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文人圆圆投顾 杨天迪 今天是10月11号 礼拜二 本来台股是开高的 开高之后突然出现了击杀 突然出现击杀 今天政府还蛮大的 最高点是61点 61点大概接近62点 最低点是98点 这个来回政府超过150点 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今天成交量也放大 不正正还没有量 上个礼拜台股是没有量的 都是600亿的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已经放大到接近900亿 那今天出现什么动作 恐慌击杀 恐慌的卖压出来 所以你看到一个状况 看到什么 OTC指数重挫了两个百分点 OTC指数重挫两个百分点 OTC代表的是中小型股的一个指数 换句话说市场派在今天 或者是这么说了 市场投资人在今天是站在卖方的 就是恐慌去沙盘 所以很多股票在盘中击杀 击杀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 因为市场传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说2018年之前 中共将武力统一台湾 就是要攻打台湾 所以当消息出来之后 就出现了击杀 我觉得那是空头乱放的 我先跟各位报告 这个消息我认为 假的 是耳朵有业障 耳朵有业障 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假的呢 如果中共要打台湾 他不会事先告诉你 他不会事先告诉你 他会先告诉你 第一个他最多是恐吓 第二个是有人在散布谣言 因为在国庆日的小英总统 那么在谈这个所谓的国庆演讲里面 并没有谈到九二共识 所以中共很不满 所以空方被嘎得惨惨的情况之下 他就利用这个消息 耳语这个消息把大盘打下来 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杀下来之后 得到什么好处 空方就可以做回补 所以我认为状况来看的话 该谈到这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 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会咬人的狗不会叫 就是中共真的要打你 他不会跟你讲那么多啦 但是杀盘是真的 所以消息是假的 但是杀盘是真的 因为这个消息真的引发投资人的信心不足往下杀 所以回过谈来谈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带量杀盘 还好今天月线手术 如果月线跌破的话 我认为季线也会不守 如果月线被跌破 后面季线也不会守 因为我认为的低点在八千九 在八千九 并不是在目前位置当中 但是今天毕竟在这个月线之下就带了一个下引线回去 就是他打到月线的位置之后 啪就接收上去 外资还站在买房 外资没有撤 好 换句话说 这个盘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 法人可能他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站在卖房 但是投资朋友会因为这个消息而把股票杀出去 那我们在面临到这个状况 就要来讨论一个关键 什么股票打下来之后 它会出现所谓的崩盘性往下跌 很简单嘛 当人气退潮之后 没有价值型的股票 它的股价一定是往下跌的 所以有人在问我说 老师那这个盘中在问我 这个盘要跌到哪里 我都跌到个股的价值为止 跌到你具有价值的股票 它自然而然就会有中期的买盘进来 如果没有价值的股票 它的股价总是会一路跌 对吧 没有错 有人问我乐生的价值在哪里 我不是跟你谈过吗 今年最多赚不到一块钱 赚不到一块钱 你要打到十倍的本益比会打到哪里 这不就是当时乐生 我记得在八月份的演讲会场当中 有提到这档个股 我跟这会员朋友讲 这个跟投资朋友讲说 不能买 绝对不能买 那刷还在一百零八块 现在股价只剩下二十块了 只剩下二十块了 好 所以呢 既然我们碰到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回顾台想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今天的放量 台股是不是都在什么 低量起六百亿 六百亿上不上不去 绝对上不去 如果上不去 我问各位 往下打是好还是换 先打下来让你散步全部撤退 然后再拉回去 你再进来 所以既然我要直接往上攻 攻不上去 因为没有量 那往下打 其实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策略 这也是一个策略 用这一波的打也是一样 往下打再往上拉 再往下打再往上拉 你现在的大盘的状况就是这样 可是在他每一次往下打的过程当中 很多股票会被甩掉 所以甩掉就是 有一些本质不好的股票 他可能就一路跌了 这就是投资朋友要非常小心的一个部分 所以即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今天也有停损股票 也有撤退股票 原因在这边 短线该获利了结了 我就获利了结了 那么破线我该撤退了 我撤退 就是这样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我今天把利次全部都卖掉 之前在23块买26块 26块的利次拉上来之后 我们赚了13% 我们跑了一半 今天利次开高 然后一跌破26块 我就全部停利 全部停利 收盘还不错 收到25块8岁 大概就是我卖的价位 26块左右 但是该停利我就停利 为什么 因为我是短线操作的 我买这边23块 急拉上来26块就跑一半 礼拜五开高走低没太理他 今天再开高走低 对不起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 所以因为今天刚好盘中出现了撒盘 这是短线 包括这一档我也撤退了 华金科 一样 开高之后 一旦不对我就站在卖方 我就卖在23块以上 卖在23块以上 我就卖掉了 为什么卖掉 因为我是短线操作 这档我们是比较小幅度的停顺 因为刚时买的时候买的比较高一些 杀下来之后把它撤掉 华金科的九月一收表现不错 可惜碰到今天这个大盘 没折 既然没折就站在卖方 这是短线上面操作的 那长线的呢 长线我就不动 我刚才谈到一个关键点 我说 其实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股价的跌 跌到哪里 它会止跌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举我们长线的股票叫做顺德 顺德盘中也出现击杀 杀了将近5% 超过5%打到39.8 收盘是41.2 为什么它会拉回去 今年的顺德要赚多少 4块钱 当股价打到40块以下之后 它代表它的本益比达到10倍 所以这些股票打下来之后 它不会崩啊 不会像垃圾那样崩盘 我买的股票 我跟你探讨的价值型的股票 我基本上它是不会崩盘 但短线的沙盘不可避免 我也没办法 因为大盘的市场的一个卖压太重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 大家短线课杀下来之后 中线的筹码会被你接走 中线的买盘会接走 因为它打到本益比达到10倍左右 所以呢 尾盘马上去之后再收了41.2 所以我们回来想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这个还算是没有什么超跌了 因为基本上赚4块钱打到40块 那叫合理本益比嘛 如果它的一个成长空间出来 将来15倍的本益比 它就会往上拉 这不叫超跌 这段超跌是在去年的当时操纵的位置 有没有 623年的操纵 我当时跟你谈操纵的时候 去年操纵最低打到43块8 这一段叫超跌 60块以下这一段叫超跌 因为它的去年 我当时估它可以赚6块钱 结果它打到50块以下 我就勇敢的去接了 我就接在46 我接46之后还打到43块8 那超跌 严重超跌 后面的暴涨 如果你回来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操纵可以从超跌变暴涨 因为它从价值变成成长 这就是一个关键点 如果我们可以去买 现在正在超跌的一些个股 价值超跌的个股 它有没有可能将来形成 这个所谓的成长结构 让它从43块8涨到196块半 涨幅大概五倍 大概接近五倍左右 所以我想今天的沙盘 可能很多人很担心 当然你在190块去买超重的 就不对 我又跟你谈过 所以今天的大盘沙盘 可能很多人很担心 这个盘会不会崩盘 那为了解决你们的担心问题 所以在这个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 我有一场免费的讲座 演讲 台北厂 在台北厂有一场免费的一个演讲 这个我要针对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要做的是台股的万点规划 没有这个沙盘 我还不认为台股会涨到万点 我认为涨涨涨会掉回来 那现在出现这个沙盘 它反而会有万点的机会 因为既然涨上去没有量 我干脆先击杀 很好 好心象 好的 第二个部分 那怎么去寻找像 类似像操纵去年 从价值到成长的标的 怎么样去找价值到成长的标的 那这一部分 我会在演讲会长当中跟你讲 第三个最重要 第三个是什么 有哪些个股现阶段杀下来之后 它已经出现了价值超跌 对吧 如果它出现了价值超跌 我刚才谈到顺德还没有所谓的价值超跌 没有超跌嘛 但是呢 它也不会 它基本上也不会大跌 也不会 目前来看的话是稳定的 有哪些个股 其实在最近的沙盘过程当中 它已经出现了价值超跌 那这些标的 我打算帮各位挑出来 一旦我们挑对 从黄金堆里挑钻石 一旦我们挑对 它的股价爆发力起来之后 那我们就有超额利润可行 所以在礼拜五的这场说明会 台北厂 晚上的一个说明会 欢迎各位打电话 接台报名 谢谢观看 明年同时间 再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